大师傅 我问一点家庭的伤势 你看我们在家里吧 你看到了夏天 有些米啊 蛋米啊 粮食啊 都要长虫子 但是长到虫子 你不可能帮了一袋 大米块 也都拿去人 供养虫子 但是有时候你挑的时候 也不一定挑得干净 第二个嘛 家里吃饭嘛 你看我们家 有血腹 有不血腹的 但是他们还是 就是叫他 都给我们一块吃虫 他们也办不到 办不到 但是我们要是说 不跟他做嘛 你看我现在都不跟他做 不跟他做 他都在市场 买些一些乳肉啊 我觉得老吃一些乳的东西 也不好 但是如果说你不跟他做 他就不 他也不叫你做 他就在外面 买乳肉啊 乳鸡乳鸡 这些东西回来吃 那吃的还比较轻一点 但是如果做的话嘛 我们觉得有点 好像有不足法 请师傅开始 应该怎样 想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但是你是说 佛的家庭里想吃肉 你已经吃醋了 对 这个问题啊 我在很多地方都回答过了 也是很多佛弟子 遇到的一个普通的家庭问题 啊 作为我们家庭主婦来讲 怎么办 尽量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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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你的家人 啊 必须让你做 你们家人没有时间 就是你 是一个做饭子 那一定要掌握住 不杀生 啊 三斤肉 全巧也可以用一下 你吃你的素 有功德 啊 他们当时没法吃醋 没有吃醋 那么你要掌握住三斤肉 如果让他们自己去 搞的话 可能搞活的 那可能有杀生的 这个危险和违缘了 所以说 你去散散一下 刚才你讲到了 我不太多 他就出去吃乳肉 像成的那种 乳鸡啊 乳鸭啊 乳肉啊 你认为 老是吃乳的东西不好 对身体不好 当 你的家人也认为 吃乳的也不好的话 慢慢他也不吃 啊 是不是 他不那么 当 你的家人 也认为吃乳的不好的话 他就慢慢地吃 是不是 我说话你要听全了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反过来 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再讲第二个问题 家里的米啊 面啊 招虫子 生虫了 有的虫子 它是 一个袋一个袋的 一抓 一个大团 那么 招了虫子了 生虫了 我不可能一袋的米全到底了 一袋的面全到底了 怎么办 五代僧人 五代僧人 生了师父以后 他咬呀咬呀就摸 摸出来个叫什么 我们叫姥姥 姥姥 姥姥 师父什么 我们在分成沙 冬天晚上打扮 就拿一些面 面虚 拿些面虚 把师父包起来 放到他一个猪虫里面 然后用那些油腻的饭菜 放进去 就把它放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 顺其自然吗 顺其自然 也得念经回乡 明白吗 所以 众生的生命是有生永远的 生老病则是众生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每一个僧人不可能保证他所协助的所有的众生都能长命百费 或者长生不死 不可能 包括我们放生光的鱼 鱼 鱼 放了 你不能保证 我们放人家永远不死 只是我们借着这种意愿 来激发我们的菩提心 慈悲心 来引导大家向山 来给这个众生结果源 暂缓他 就在延长生命而已 给他念佛鬼祥 仲天的究竟成佛之音 啊 放生 这是个仪归 这是个原理 同样 我们家里生了这个粮食 你一练生了虫子怎么办 一看一团 一看一团 找个合适的地方 你认为他能够生存的地方 把这一团悄悄的 小心翼翼的 你这是重生啊 这是自己的和自己有缘的重生啊 那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是学佛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他给不是一般的人结缘 那也不是一般的重生 是吧 啊 小心翼翼的 把他 安排好 再给他一部分粮食 来 年代佛会想一想 顺其自然的 啊 那我们那天就是给他装好 上笔 给他放到长台上 然后让他 他那个小虫子 不最后都变成罗子了吗 嗯 他回去就回复了 那头一天放上去 第二天 那晚上下大雨 一下子虫嘛 哈哈 那就是造化了 没办法 刚才讲的没办法 我们尽自己的责任 尽我们的子而已 很难保证 和我们所有的结束的众生 都能让他 啊 长生不老 很难保证 尽我们的子啊 尽快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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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